根据人口与贫困研究所的报告称 由于失业与收入减少导致的经济放缓 那么今年载生节期间 民众的购买力是有所下降 根据人口与贫困研究所的报告 有能力宰杀每头20至40公斤山羊的中产的穆斯林人数 从之前的73.4万人减少到70.9万人减少了7% 而据高购买力的穆斯林家庭 则从之前的208万个增加到216万个 另外在祭祀的动物的需求当中 最大的需求是绵羊和山羊约121万头 牛和水牛58.7万头 那么随着穆斯林祭祀和牲畜需求的增加 我国2024年的祭祀活动经济预估值为28.2万亿吨 高于去年估计的24.5万亿吨 这些东西是绵羊和山羊约121万亿的 这些东西是绵羊和山羊约1万亿的